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大大方方告诉世界中国发射了一发洲际弹道导弹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同时又告诉世界只是例行性安排 但是回溯上一回中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那已经是1980年也就是距今44年前的事情了 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的瞄准点为 东京171度33分南尾7度0分 东风5号洲际导弹拖着熊熊燃烧的尾焰 腾空而起直入云霄 当年中国为了发射这枚洲际导弹 除了先前气象探测单位 甚至还花了多年时间追踪导弹 最后号称准确落在预定海域 时至今日再来一次 却称是例行性 难怪不止台湾 日本媒体也放大见识 纵然中国方面声称发射前夕 已经先行知会相关国家 但就在同一时节官媒又释出了这部影片 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 把歼20飞出来俯瞰宝岛 究竟是例行军演还是又是一步恫吓 答案不变自明 时隔44年中国再发射洲际飞弹 纵然是哪一种型号并没有多做说明 但无疑在印太地区放了一把无名火 在历史文童报导